又即将到了中午用餐时间 吃东西要细脚慢咽 不要像大卫王小林尊 小林尊呢 最近他又破记录了 日前他挑战吃起司烤吐司 比赛才刚刚开始25秒 他就已经破了记录 最后小林尊是一分钟吃的13片起司烤吐司 他再次打破了世界记录 没有错 大卫王小林尊又破记录了 这次他挑战的是起司烤吐司 小林尊老神在在 拿起一片四方形的吐司 一手捏扁马上塞到嘴巴里 喝口水小林尊继续挑战 拿起吐司沾满水 一口吃大小刚刚好 只见小林尊吐司一片一片 拿一口一口接着吃 速度之快 现场民众尖叫连连 在一旁的老兄看得是目瞪口呆 因为小林尊几乎没有咬 直接用吞的 比赛才刚刚开始25秒 他已经破记录了 没有错 这一回小林尊一分钟之内 吃下了13片起司烤吐司 平均2.3秒就吃一片 大卫王再次破记录 现场民众疯狂欢呼 还有网友说 小林尊根本就是快吃界的 F1赛车手 只能说小林尊这不可思议的大卫 真的是太神奇了 主要新闻 丁一针综合报道